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我看看 嘿嘿 道具出来了 晚一会儿哈 晚一会儿让他们放你们了 我呀马上手手手就要上店里了哈 来看看你们 有水有粮就行哈 哎 给家人们看看哈 看看小黑他们一个个的哈 皮毛赞亮啊 嘿嘿嘿 是不是 嗯 哎呀 嗯 小奶糖 嗯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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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觉睡到十点钟啊 昨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两点钟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冰陵城下 早上啊 可以说不是早上了 中午一起床啊 马上啊 先看看小黑一家 那么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啊 因为我和叶姐一会儿啊 还要去饭店当职 所以说呢 我先不放他们晚一点啊 呃 中午的时间啊 让我爸上来放放小黑一家 其实啊 你看哈 从视频里能看得见哈 小黑一家呀 各个这个皮毛赞亮 因为他们呢 嗯 是让冰哥 说实在的是比较操心的几条狗 因为他们啊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是属于这种土狗 而且体型啊 现在他们长大了 也都不小 他不像小黄啊 小黄散放 他从来不出我的营地半步 也就是在这个房间房后啊 转 那么小黑一家啊 他们哪都跑 现在啊 不像小的时候 因为狗狗毕竟有这么大了 万一出去啊 没有人尽管 我觉得还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说 在我们不看着的时候啊 我们是从来不会把他们放出去的 所以说啊 这几天忙 就得每天呢 我爸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把他们开开这个狗圈的小门 放他们溜一圈 再看看小黄啊 只要冰哥这辆皮卡车在家啊 他始终就在这个皮卡车下面 哎 哪都不去 就给冰哥看车啊 你要上山庄来啊 上其他地方他不管 你只要一接近我这辆车啊 小黄就出口 马上就会汪汪的叫 是不是黄啊 嗯 是不是黄啊 嗯 啊 哎呀 这家懒的啊 啊 这家懒的啊 啊 这懒的啊 嘿嘿嘿嘿 哎呀 哎呀 大宝在大宝里睡的怎么样啊 宝吧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走喽 我们上班去 先啊 把您宝带着 洗洗澡 剪剪毛 来来打跟着的 嘿嘿嘿 今天呢 有点阴天 你慢慢走不走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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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上来了 大宝吧 抓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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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晚上走吧 好了 抓吧 好好啊 我们来点 будет 参加a ここ啊 还带 tunnel 我倆的时候 Aber我啦 我们在这边找不到 组合照 完alg他的 老alen 还有几个肉串啊 还有饺子 都能吃啊 跟小黑一家 得挑点肉 到家了 黄呢 黄哪儿去了 吃呢 黄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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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呢 又跑车底去了 是不是 黄黄 又看车 回来又看车 是不是 黄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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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吧 多几点了 还不睡 还不睡 嗯 不困呐 嗯 来哈 给你带串了 明早再吃啊 给你带串了 明早再吃 给你带串了